北京时间12月17日,离科比球移退役还有两天,回望科比20年辉煌职业生涯,补测夺取总冠军并夺得两次FMVP,特别是后面的两连冠,科比在离开奥尼尔后再次证明自己,在09年胡人总决赛大比分次比一地败魔术夺冠后,原本总冠军球队都会保持原有阵容是首要目的,但是胡人却出人意料地把手发小前锋阿里扎,换来半决赛的死敌阿泰斯特。 现在看来这笔交易绝对是胡人迁徙年后,仅次于加索尔的那笔交易,正是由于阿泰斯特的加盟,胡人才能在总决赛中面对老冤家抢期成功,科比也顺利拿去的个人第五个冠军,胡人管理层为什么要达成这笔交易,现在来看是非常精明的。 第一,当时的胡人虽然轻松夺冠,但是胡人知道他们总决赛最大的对手只有一个,凯尔特人,09年赛季由于加内特的受伤,绿军在半决赛就被魔术淘汰,胡人管理层也知道只要绿军人齐,肯定能再次打进总决赛。 那么面对凯尔特人胡人要应对的就是绿军刺巨头,龙多,雷阿伦,皮尔斯,加内特,内外结合,这四人组合小编认为是最完美的组合,龙多的大局观,阿伦等五球跑动精准投篮,皮尔斯的万机游,加内特的内线技巧,四人无论技术还是性格都是完美搭配,如果他们不是受年龄影响绝对是超强的战队,在08年总决赛,胡人已经和凯尔特人打过一次总决赛, 在这个系列赛,加索尔被扣上软弹的名号,但是看过比赛的都知道加索尔并没有落下多少下风,他跟加内特完全是五五开,唯一输的是胡人只有加索尔一个靠得住的内线,08年洗浅吹赛季报销,所以这一年胡人内线是不及凯尔特人的,在后卫线上,科比加费舍尔的组合完全能低效龙多加雷阿伦,而且还有吻压之态,胡人这一年最致命的还是小前锋的位置上,阿里扎虽然是 这位出色的3D球员,但是在根本不能对真理造成太大干扰,而皮尔斯也获得了自己生涯的唯一一个FMVP,然后我们回到09-10赛季,阿泰斯特加入胡人后两对情况,加内特生育回归,凯尔特人内线拥有 帕金斯加加内特加大宝贝三大肌肉男组合,VS胡人内线,有洗剪吹加喇嘛加加扫三刀组合,费舍尔加科比VS龙多加雷阿伦后场组合,阿泰斯特VS皮尔斯,小前锋队位 看这些人员追击我们就能看到两队是相互把对方看成最终对手的,这三个组合现在完全是看球场发挥,谁也不敢说有绝对把握击败对方 十年总决赛是千禧年后最激烈的一个系列赛,恩怨情仇,历史渊源赋予这个系列赛的伟大 胡人绿军面对对方人员缺少一个必输无疑,08年席减吹受伤,封献阿里扎,于是胡人内线被爆,皮尔斯与取一球,胡人最终输掉比赛,而十年双方五五开的情况下最终凭借第一场主场作战加上阿泰的发挥,胡人艰难赢下总决赛 那时候胡人完成这笔交易绝对是最有效的补充,他完美地补充了球队的缺陷,再来看看当时的骑士,09年补充了年迈的奥米尔 后卫线是莫布传加维斯特,这两人被龙多和雷阿伦打爆,詹姆斯和皮尔斯最多持平,然后内线骑士就完完全全被打爆了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那一年霸决赛骑士,被凯尔特人打成梭子,毕竟成为詹姆斯永远迈不过的坎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球迷觉得,詹姆斯总冠军还尽量不足的地方,因为詹姆斯面对三巨头没有一次取得胜利过 历史上那些超级巨星夺冠,都是踩着另一个超级巨星完成的 小丹不用说,90年代他基本把那个时代有名号的巨星虐变 而科比也完成了对凯尔特人次巨头的复仇 他们冠军还尽量没有人质疑,只有詹姆斯的被人救病 这就是没有把斯迪击败的原因,就像现在没人觉得杜兰特的总冠军当回是一样 请关注我,评论区可以说出你的见解